在所有的亚洲电影里 我认为电影配乐阵容最强大的是一部中国电影 它叫做大话西游 让我来为你解释为什么 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 看电影的时候喜欢关注配乐 以前有句广告语 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电影的声音分为三部分 其一是对白 其二是音效 其三是音乐 环境音和一些声音上的设计 我归到了音效 主题曲我归纳到音乐部门里了 在亚洲范围内 虽然配乐大师很多 包括日本的版本龙衣 穿颈线刺 九十让 包括中国的配乐大师胡伟丽 还有为张艺谋的英雄配乐的谭顿 为妾女幽魂写取的黄瞻等等 但是像大话西游这样豪华的配乐阵容 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部电影当中 多位中国音乐大师完成了梦幻联动 他们的名字一个个如雷贯耳 我们来盘点一下这套阵容吧 首先登场的就是卢贯亭 大话西游主题曲 一生所爱 就是他写的 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每次前奏响起都让人感慨万千 说到卢冠亭 大家应该都听过他为其他电影创作的配乐 这当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润发的 赌神 没错 每当赌神登场 这首曲子就会响起 我们就突然进入了一个慢动作的世界 卢冠亭够不够 不够再加一位 陈勋奇 一位香港电影界的全才 集合导演编剧制片人于一身 最主要的是 他为上百部的电影完成了配乐工作 这当中包括冒险王 天下无双 东邪吸毒 而大话西游的配乐中 直接选用了东邪吸毒的配乐 天地孤影 任我行 这个配乐实在和画面太合了 完美地铺垫了孙悟空和紫霞仙子的爱情 甚至让很多人听到这个曲子 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东邪吸毒 而是大话西游 这样的阵容高不高 不够再加一位 赵继平 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绝对的配乐大师 陈凯歌的黄土地 张艺谋的红高粱 都是赵继平完成的配乐 你一定对老板水浒传 和当年叱咤风云的电视剧 大宅门有印象对吧 这两部作品的配乐 都是赵继平先生 请问 是不是这套阵容已经够梦幻了 不够 不够再加一位 中国著名的作曲家 商议先生 他笔下的作品 有一部被誉为 华人经典舞剧 叫做小刀会 而这出舞剧当中的选段 小刀会续曲 经常被周星驰用在自己的电影里 在大话西游里也不例外 就是这段潇洒的出场音乐 虽然这首音乐 和陈勋奇的音乐一样 不是专门为大话西游作曲的 但是就是和影片的气质 完美的配合 够不够 不够给我全体掌声 我再加一位 赫绿听先生 大话西游第一部片尾 莫文蔚演唱了一首 未了情 唱出了一种恍惚格式的感觉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这首歌和1937年的电影 马路天使中 周旋演唱的天涯歌女 是一样的旋律 他的曲作者 正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 贺绿听 贺绿听先生写过 很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这当中还包括游击队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所以综上所述 这套阵容创作的音乐 放到一部电影里 又没有违和感 我愿称这部电影的配乐 阵容为亚洲顶级 多年以后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分析 大话西游为什么会成功 而我个人的看法是 欣赏他的个性的同时 绝对不要忽略 大话西游这部作品 抓住了很多电影 都没有抓住的共性 说到中国电影的配乐 你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作品